ezygoe之google英文发音 如果老师在教学的时候 你需要一个句子 可是你又担心你的发音不是那么正确 那在用ezygoe的时候,可以怎么处理 举个例子 我们要念这句话 我又不太会念 只要把这一句的英文的文字复制起来 贴到搜寻引擎这边贴上 在这里,请你选择google英文发音 这个时候你按下搜寻 这样他就会自动帮你发音 这样自动会发音 帮你发音 这是利用google的英文发音来做的 如果你要把它下载下来呢 你需要这样做 编辑 编号设定 在 应用程式这里 你需要找到mp3的副档名 这mp3的音效 那请他储存档案 看这里 应用程式 mp3的音效 本来是用什么来播放 那改成储存档案 按下关闭 这个时候你再让他重新播放一次的时候 他会请你存起来 存起来你就存在自己的家目录 比方说我这是第一句话 s1第一句话 点mp3 自己把它存起来 这个时候他就会帮你存起来 那你到 资料夹里面去 你就会看到一个mp3 直接就可以播放 这样就可以播放 那你就可以拥有这个mp3 不过这边这个mp3来源是google的 这是由google发音所 转出来的 那请老师自己特别注意智慧生产权权的问题 那再来 如果你做完了 你总不能每次有mp3音效都存起来吧 所以你记得要在这里 再把它调回来 意思是用total total或者用VLC来播放 这样子 你再 定整理一次 它自动会帮你播放 自己记得要在这里 把调回预设的选项 预设的选项 好,预设的现象把它调整回来 好,预设的现象把它调整回来